大家好 我是Tony 今天的疫情劇佳 特別戲劃 回憶過去 我要介紹一本我蒐集的台灣老照片 台北寫真帖 這本書的作者是日本人 春奇藏廠 出版於日志時代大正二年 1913年 由台北新高堂書店發行 新高堂書店的原子就位於 近日 重慶南路橫陽街口的東方出版社大樓 是日志時代非常著名的出版社 台北寫真帖總共有48頁 收集了141張台北的照片 我們台北人看這本書 一定覺得非常的有親切感 因為書中介紹的風景 有一些目前還存在 而且已經成為歷史古蹟 有一些景物則是我們曾經聽過 但沒有看過 因為這些風景已經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消失了 我們只能從這些老照片當中 去追憶這些逝去的景物 好啦 那現在就我們來欣賞 台北寫真帖裡面的這些台北老照片 這張照片是從圓山公園 眺望台灣神社 台灣神社的原子就是現在的圓山大飯店 台灣神社原有了兩隻博犬 現在被放置在建坦公園內 一座石燈籠移至圓山兒童娛樂中心 這張照片也是台灣神社 這張照片是明治橋 就是在圓山的中山橋 是早期的明治橋 2002年台北市政府 將中山橋登陸為歷史建築 不過以基隆河防洪需要的理由 拆除中山橋 這是警察官招魂碑 坐落於台灣神社前的高地 原子就是現在圓山大飯店前面的 太原五百萬人紀念建築群 這是從台灣神社的方向 眺望圓山公園 前面的河流是基隆河 這是日本陸軍墓地 後來在明治31年 批建為圓山公園 圓山公園是台灣第一座公園 這張照片是林基護國禪寺 是第四任台灣總督 而遇圓太郎任內興建的 現在也是著名的歷史古蹟 這是赤史街道 就是現在的中山北路 因為當時日本皇族來台灣 參拜台灣神社的時候 就是走這條道路 所以稱為赤史街道 這張照片是台北新公園 由於落成的時間比圓山公園晚 所以被稱為新公園 就是現在的228和平紀念公園 這是新公園內 後騰新平民政長官銅像 原子就是現在公園內的228紀念碑 這是台灣總督的官邸 是第一代的台灣總督官邸 現在是國定古蹟台北賓館 前面這條馬路就是現在的 凱達格蘭大道 這張照片是日治初期的台灣總督府 是清朝時代布陣史詩雅門旁的 清差行台 1919年新的總督府 聽設完工後 總督府才遷離此地 由於這裡是日治初期的台灣總督府所在地 所以日本人將部分建築 遷移至台北植物園保存 以作為紀念 這是位於總督府旁的台灣總督府土木局 後來作為台灣電力舒適會社使用 1945年5月31日 美軍對台北空襲 炸毀洞建築物 這是台北策後所 就是現在的中央氣象局 這是日治初期興建的台北監獄 現紙就在現在愛國東路 近山南路口的 中華電信北區服務中心 這張照片是台北永久兵營 兵營的原子就是現在的中正紀念堂 這是台北城的東門景福門 日治時代又稱為趙政門 這是台北城的南門 南門附近的煙沖工廠 就是總督府專賣局所屬的阿片張老工廠 這是位於南門旁的台灣總督府專賣局 現在是台灣煙酒股份有限公司 這是南門外台灣總督府專賣局阿片張老工廠 阿片就是鴉片 專賣局煙草工廠 這是台北城的北門 城恩門 這張照片是台灣總督府中學校 就是現在的建國中學 這是總督府中學校的校舍 照片中操場上可以看到學生在練習棒球 1906年台灣總督府中學校 成立了台灣第一支棒球隊 這是總督府高等女學校 就是現在的北一女 這張照片是芒嘎工學校 就是今日的老中國小 這張照片是工業講習所 位於當時的大安莊 就是後來的台北工專 今日的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這張照片是大道成工學校 就是今日台北市大同區的太平國小 即永樂國小 這是台北醫院 位於總督官邸的北邊 是總督府所屬的官吏病院 台北醫院就是今日台大醫院的前身 這是總督府醫學校 是當時培育台灣人醫師的教育機構 總督府醫學校後來併入 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 就是現在台灣大學醫學院的前身 這是1911年從淡水 前往台北的馬街紀念醫院 這是台北苗圃 後來改稱台北植物園 這張照片是農室試驗場 就是現在國立台灣大學生物資源 即農學院附屬農業試驗場 遠處的那座小山就是蠶竹山 這張照片是總督府別墅 是第四任總督俄育元太郎 在南門外南菜園的別墅 這張照片是台北停車場 就是台北火車站 是第二代的台北車站 車站前的銅像是長谷川警戒 是興建台灣縱貫鐵路的總工程師 前一陣子 國立台灣博物館鐵道部園區開幕的時候 裡面的展覽資料就有提到 台灣鐵道之父長谷川警戒 這是台北停車場的月台 這是著名的鐵道飯店 位於台北停車場前面的東側 1945年5月毀於美軍的轟炸 原子就是現在台北車站前的 新光三月百貨公司 這張照片大約是從北門的方向拍攝過去的 左邊的道路是現在的博愛路 右邊是延平南路 其中的府台街洋樓 這棟建築現在還在 現在的道路格局跟100年前相比 其實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這是橢圓公園 原子就是清代的西門城樓 後來的西門圓環 現在圓環也已經拆除了 這張照片是台北市場 這個大家也都很熟悉了 就是西門紅樓 這是西門院寺別院 現在的萬華406號公園 西門院寺的殘跡 目前也已經整修完畢 成為歷史古蹟 這是芒嘎龍山寺 這張照片是大道城天主堂 位於民生西路靜修女中旁 原建築毀於1945年 美軍對台北的大轟炸 這是大道城媽祖廟 就是現在大道城慈聖宮 這是大道城的城隍廟 這是台北水源地的全景 遠處就是淡水河口的觀音山 這是北投溫泉 照片中的建築物就是現在的北投溫泉博物館 以上你看到的就是台北寫真帖的老照片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只分享一部分的照片而已 如果你想看更多的台北寫真帖的照片 那在影片下方的文字說明欄裡面 有我以前發表過的台北寫真帖的網址連結 歡迎大家到我的網站來欣賞這些老照片 這本書我也有出版電子書 也歡迎訂閱收藏 今天的分享就在這邊結束 謝謝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會喔